你可以抱我一下吗 你爹啊 或者能不能请我吃两份山药 不行啊 我不多吃 我吃两根就好了 不然 没事 像这种山药啊 我可以太阳下山之前帮你卖100斤 我就换一个拥抱就好了 我告诉你 今年做生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你看看那是什么 太阳下山有没有规律 算数有没有规律 买卖更有规律 天下生意啊 每一块不破 一个小时我帮你卖100斤 如果卖不掉我这台车送给你 只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说 你拿着 如果说做到了你这还给我 咱俩拥抱一下 你要怎么卖呢 不正经卖 你太老实的卖你卖得掉吗 我这个销售方法你一旦学会我跟你讲 周边的同行连你的背影都看不到 还看不到先 多少钱一斤 6块 那这根多少厘米你知道吗 30 40 这你都知道啊 这个都15了 哎呦还是你有经验吗 如果拆出来我送他一根怎么样 还送不亏的啊 你这样子啊 等一下我在卖的过程当中 但凡让你少赚一分钱 我给你10倍补偿 签好了吗 这根是吗 6块钱一斤 6块 那么贵啊 狗壁都卖8块的 你如果觉得贵的话我也可以送你啊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 这根山药有多长 如果你能拆中它有多少厘米 误差在两厘米之内的话 我送给你吧好不好 如果说你参与了没有拆中的话 你拿两根行不行 反正你本来也要煲汤嘛 你在边那里你只能得到山药 你在我这里说不定还能免费哦 25厘米 你确定吗 67厘米 请问你怎么达出25厘米 这个大概是一斤五五 看到没有 10块 太重了就可以拿到 误差在两厘米之内 哇那也太高标准了吧 诶我看你很有经验哦 38厘米 男人的第一只觉得很重要哦 63啊 两根一斤半 9块钱左右 我没有袋子哦 65厘米是吧 有一点悬 其实没猜中的本来要拿的呗 你看一下啊 可能有60厘米 如果猜不中 买单的哦 要不了多少呢 阿姨有自信哦 来恭喜你 66厘米 还有66厘米啊 这个尖尖这里啊 这个尖尖这里啊 这个尖尖就不是它了啊 哈哈哈哈 我来给它量 来给它称一下 70厘米是吧 没到呢 65厘米这样子啊 正常的话 一斤是6块的 如果猜中它有多长的话 不要钱啊 多少 这个都是差不多 等一下差的远 我跟你讲哦 有 67哦 它误差两厘米之内 这根送给你了 厉害哦 那走吧 80厘米 来我看一下啊 77不差一些厘米 变土服输可以吧 就拿两根吧 不是也多拿一点 回家老婆给你煲汤补一补吧 你看有多少人猜中的 就算猜中了 你送一根出去 你送出的是成本吧 如果猜不中买两根 你赚的是两倍的毛利哦 70厘米啊 是你去还是我去 啊 哈哈 来 哦呦 厉害吧 有点手段吗阿姨 拿走吧 来 71 都是好的 65厘米 量都不用量一下 阿姨有经验 62 快一点点 来来来来 这个也是专业的 但是再专业呢 也不一定猜得中 61 68 差了一厘米 大概是60公分左右 68 差了8公分 好吧 80厘米 有勇气 68 好了 他说15厘米 赶紧量赶紧量 45啊 45是吧 48 67哦 你这么厉害啊 别捏了 这捏就烂了 哎呦哎呦哎呦 这个要另外买的 哈哈 58 68是吗 等一下啊 拿到61 可以了 57 好吧 来44 有袋子哦 手拿的可以吗 怎么两袋子怎么买啊 这么口感你啊 两根 厉害的 太阳下山了没有 40分钟左右 那像2024啊 我们做任何的生意啊 不管你摆餐还是开店 一定要懂得摩世先行 那前面讲的还算数吗 算数算数 我们找个地方拥抱一下